现在时间晚上6点40分 十一国庆祖国的生日最后时刻 看一看咱们马上七点的市场 也是各种堵车 就看着一个镜头就行了 保安都在里边指挥车辆的 咱们现在也是焦急的等待中 整个市场都是异常繁忙的状态 这就是咱们为祖国庆生的花卉市场 今年的菊花行情 就犹如这碗面条一样 哇塞 香啊 我记得咱是9月24号还是25号来着 小蒋断工 忘了啊 并不是小蒋不想和朋友们 拍一些繁忙的镜头聊聊天 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当时的激动与繁忙 开心啊 的确是忙 所以说呢 一直持续到30号 30号当天小蒋还特别的忙 然后30号晚上 当天晚上小蒋就有一顺风车啊 今天联想好了嘛 直接就回老家了 其实往年也是如此 往年都是 9月30号为了国庆啊 还特别的忙 但是当到国庆当天啊 那种市场的繁忙程度 就由天上 直接按到地下摩擦啊 就那种情况 就那种情况 两个月 本来是一个小银行 这个地方都会在那里 只能够众员的 那种情况 在过去 终于一项 的大小银行 这个地方都会在那里 就会有什么 一项大小银行 就是一个小银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么虚拟的一个地方 通过网络 知道小姜 一次面都没见过的一个大哥 他全全交给我 然后我给他配货 就是内蒙的大哥 还有一个花坛 我也真是万万没想到 这么虚拟的一个东西 竟然也能接到大单 然后那大哥这么的相信我 也感谢这个大哥这么相信我 小姜给他配了 一车祸过去 他去摆一个花坛 经过跟大哥的一个商量 我们俩的一个计算 数量的多少 品种的什么烂七八糟种类 什么品种菊 小菊 悬崖菊 菊花树 三角文 都给他配送过去 因为内蒙那边 一过了十月之后 温度就很低了 然后在室外 能露天 能扛住低温度 能扛得住的 也就以菊花为主 所以说呢 那大哥也知道 那大哥就是以菊花为主 草花配不上 草花配不上 所以说呢 给他配了一车过去 我们看一下 那大哥反馈了 反馈回来的一个 一个百花坛之后的一个状态 很美 很美啊 很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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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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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